我現在想說說電腦這件事 可能有些人初中的時候 開始在學校接觸電腦課 或者小學就接觸電腦課 其實學校什麼時候開始在電腦課讀的 有沒有印象 是1990年開始嗎 有些可能80年代已經有機會讀到電腦課 有些是90年代才讀到電腦課 這個就是Wiki她講的 有關於電腦的歷史 有紀錄在案子說 跟這些電腦技術有關 最早可能已經數到1931年的時候 可能跟你中學或者小學 那本的課本也有少許出入的 因為可能 比如你身處的國家 只能夠給到那個資訊 但是可能在美國或者德國 它給的資料可能有點不同 或者日本給的資料有少許不同 可能不同國家的電腦的貨本 或者貨本 可能關於電腦的歷史的資料 都是有些不同的 那其實就 近代一點的 如果你說電腦呢 可能真是追溯到 就是1997幾年 IBM開始 或者Apple開始 甚至乎 Oreal甲均勻開始 然後又有微軟那些 如果近代一點的 歷史 都差不多五十年前了 有時候這個都是你去 真的做電腦科功課的一個方向 你所知的 還有可能有一些 比較可能 電腦科的夜市 有些可能是正規的 有些可能是夜市 對啊 這些都會有夜市 有不同國家 可能真的對電腦科的歷史 電腦的歷史 可能都真的 不同的 好